你问我 记得鸡汤里面 再多加一点盐 那 你伤害的那个姥姬 再呼吸 是不是有一个想好的 他讲 鸡 花 在位 晕 的 吐 你怎么知道 他和我表姐认识 我看过你表姐和她在一起的照片 上次查酒楼 我就觉得她艳术 我是昨晚才想起来的 嗯 你说的那个香 它叫什么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有没有你现在开始 相信我 到底是 韩美中 娜娜 你光吃光喝可不行啊 你要说话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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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员 母导情况了吗 那个女的可以确定就是日本人 但是她的中国话说得太好了 但是她的中国话说得太好了 不仔细观察她的行为习惯 很难发现其中破绽 你是怎么发现的 秘密 她还保密呢 行 这事你以后再告诉我 但是有一点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南娜 放心吧 我知道 行了 这边没什么事情了 你回去休息吧 指导员 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啊 现在我们要救娜娜 还要寻找电台船 最后可能要武力夺船 我们是无兵可用的 来 你坐下 我想批评你几句 行了 你先别批评我 我先做个自我批评 我要是批评的对呢 你就说对 我要是批评的不对 你再帮着我补充几句 我吧 这个人做事啊 太意气用事 太不理智了 我 我这回 把何言得罪得不轻 我只顾我自己撒气了 我的气是撒了 可是我把这件事情 真的是给毁了 这都是我的责任 不仅是我的责任 我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是一个性质相当严重的错误 行了 我说完了 你说 真的 指导员不愧是指导员 把我想说的话自己都说了 那你看 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我认为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你如果我想吃这回头草 没骨气 你说谁没骨气 我王德才什么时候干我没骨气的事情 你说给我听听 你自己说的 不靠何言 王德才照样打鬼子打声仗 现在好意思去找他吗 不 我悔就悔在我说过这句话 跟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 怎么办呢 我现在再找回头去 跟他磕头 跟他做衣 所以说 没必要吃这回头草 不是 我不回头 你帮我护草药 怎么样 我啊 你脑子没毛病吧 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 我的脑子清楚着呢 我记得何言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对你的话那是百依百顺 他就听你的 你看这回吧 是我得对的何言 又不是你 是不是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 我跟何言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大小呢 就在他家里做长工 他爸爸呢 是个老地主 但老欺负我们穷人 那不行 我不服这口气 我就跟那个老地主干仗 后来这老地主 就让他看家霍院的 过来打我 我跑了 到了晚上 我就翻墙进去 我找一根绳子 把他那个宝贝儿子 就是何言 狠肯地给捆了起来 你还干过这种事啊 干过 不过 这都是参军以前的事情了 到了部队上我才知道 干这种事 缺德 看来你跟何言的仇啊 还真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啊 那别扭就别扭在这儿 真的是 我想想我都来气 你说这上级领导吧 他非要把我安排到这个 长江兵站来工作 我来了他就别来了他 黄埔一毕业 他跑到这儿 当什么独立营的营长了 你说 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都在一起打鬼子 你说这矛盾怎么解决啊 没法解决 我也觉得没办法解决 怎么办呢 后来吧 我就想了想 我就想到了军区首长 对我们的教诲 是不是 和言这狗势力 咱们还是得利用 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呢 我就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我就 想到我了 想到我了 去 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我 不 不 这是在干革命打鬼子 你跟我说说 你凭什么不去 跟国民党独立营的事是公事 公事公办 你 指导员 指导员你干什么呀 我头上长计较了 我砸几下把它砸回去 你跑来有什么事儿 你猜 我 我猜什么猜 我哪有功夫猜呀 你赶快说 容公子来了 一说到容公子 你那个小脸跟开了花似的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 行了 我跟他约好的 你把他请进来吧 周野弟弟 三天时间过去了 我知道你也尽力了 但现实还是让人不无遗憾 所以明天午后 对莎丽娜执行枪决 你做人的则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儿 我做到了 他喜欢的 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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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不到 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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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再给你们增加一个机会 可以让这种记忆更加浪漫 更加刻骨铭心 谢谢云子姐姐 请问是什么样的机会 枪毙沙丽娜由你执行 什么 只有爱到极致才会打得最准 你不相信 我相信 钟叶弟弟 我很欣赏你的痴情 但现实又不无让人遗憾 我知道 像沙丽娜这样的中国江南女孩 会让痴情的男人为她发疯的 去吧 让她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让你带着遗憾去迎接新的生活 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血腥就是日本军人的荣誉 这么不堪入目的照片 别对的 不能让吴越南看到 这是当然的 让她看见了 还不把她气死 今天是有个新情况 我才拿给你看的 你说韩侦探是怎么拍到这些 这么淫秽的东西呢 对了 今天我和吴越南在迎宾棱门门口 看到她和赤北极两个人 当时两个人缠着胳膊 很开心的样子 那 你们 没事吧 晓云她没事 都没事 真要有事 我也不会安静地坐在这儿 没事 容公子 有件事啊 一直困扰着我 包括吴越南 啊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驰北极他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更高层的特工 那么这些生活的细节我们是不是应该正确对待 应该体谅的 要不然那他真的是冤枉死了 你怎么就能认定他是打入鬼子内部更高层的特工呢 这表面上与敌人很亲近 但是这个人他从没有崇拜过自己的同志 那我们只能用一种可能性来解释他的行为 那就是 他可能是打入敌人内部更深的一个特工 驰北极身上就集聚这种特征 还有一点他为了掩饰自己 对于敌人乐中的东西他不得已啊 也表现出一种很感兴趣的样子 你一直来迷惑敌人 你别说了我都清楚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太愿意相信驰北极是个叛徒 或者是个汉奸对吧 他跟南造云子的照片这么清楚 这么不堪入目 你说 这是掩护他特殊身份的能接受 正常的事情 这事我现在真的也不好说 我现在也是被驰北极的这个言行机制给迷惑住了 这让人头疼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像你所说的 是那种隐藏很深的特工 那现在娜娜被捕了 他总得为营救娜娜做点什么吧 这样才说得过去吧 他才有他的价值吧 可他做什么呢 你看到了 整天跟日本女人这么私会 这么不堪入目 这算什么事啊 汪大哥你别跟我记得你 娜娜多可怜呢 如果她能救出娜娜 或者是在营救娜娜这件事情 做出她应该做的 那我服她 我也相信你说的那个推断 二奶奶 小皮大 又喝大了吧 酒喝好没办法 你怎么没把太湖喝干啊 舒服 谈得怎么样 谈得好啊二奶奶 我出去谈这种事情 那没有谈不好的 二奶奶 这件事情我要是一说 估计最开心的就是二奶奶你了 你知道咱手里的这船电台 是谁的吗 反正不是你的 是你那个王大哥的 你 他什么呢 你最识得很好 你就是要选择 他还不是你 你不是你 你现在想起来 你不得了吗 我说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那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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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以为 你当然 你先出现任何方便 你也不能以为 尽管它 你不能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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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以为 怎么听 那不能以为 你得以为 你还能以为 你能以为 你对 对 你不然 要真实共党 更好 共产党抗日 天底下没人不知道 要报小鬼子的仇 我还真得联手共产党呢 二奶奶 我是喝酒了 可是我不是痴呆啊 这船电台 是我小批蛋 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倒出来的 你说缓就缓 不行 绝对不行 想干啥 想造反呢 官兵民贩民财反 你不比我 我造什么反 可是二奶奶 如果你这么不讲理 随便把船 白白送给人家 等于把大把的金条 往太湖里扔 那就是比我造反 老板 行行好啊 老板 行行好啊 可怜可怜我吧 可怜可怜我吧 妈 是我呀 华老师 什么事啊 明天 娜娜的将军 在待会儿 你一定 要把消息传给他们 把娜娜救出来 าม你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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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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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ikia MMA 그러 少 particular 好 suits OS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 非常及时 谁送呢 来人说是紫月茶楼的老板 华紫月 唱平坛的华紫月 她是沙利娜的老师 这竹叶欣啊 是我们江南一带 古老的传递重要情报的手段 遇到紧急情况时 把情报直接写在竹叶上面 危险的时候用水一冲 这字迹马上就会洗掉 它是和北方的鸡毛信 一样重要的情报传递手段 华老板之所以让你传递竹叶信 就足以说明 这份情报的重要价值 只是后天傍晚 还来得及吗 时间比较紧迫 好了 你先回去吧 我另外再想办法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找何颜啊 得了吧 要是能找何颜和她的独立一样 指导员也不用在这赚磨了 找找上官行不行啊 你们看不看见 何营长一见到上官姐的样子 找上官肯定行 指导员 你下令 不行 不行 她还要在电台前值班呢 再说了 我已经跟她谈过了 她怎么说 她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怎么能这样呢 我找她谈谈 这本来就是公司兼顾的事情 有什么不行的 行了 你就别再添乱了 你坐下 她既然说她不去 就有她不去的道理 再说了 这里边 有你们不清楚的事情 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觉得上官跟何颜蛮好的 上一次上官一出面 何颜不就出兵许出关 结果大获成功了吗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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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相信我的话 派我去跟上官谈谈 肯定没问题 我不会 否应该是 鼻 声 指导员 指导员 向正在 指导员 水 分 好 是 对 士 怎么了 找我有事啊 上官姐 上次你跟王德才去找和颜借兵 他俩不是闹翻了吗 这次王德才 不好意思再去见他了 所以只有你出面 你看 你能不能不计前嫌 不行 为什么 和颜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不行就是不行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他追我是私人情感的诉求 可我不接受也是我个人的权利 前面我该用的关系都用过了 该逢场做的戏也做了 还要我怎么样呢 什么叫逢场做戏啊 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我们辛辛苦苦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不要多最后了功亏一顿 你就牺牲一下小我 让你们和颜再来帮大家一次怎么了 娃子 你听我说 我讨厌这种做法 更不能接受这种无原则的风险 跟你说实话吧 我父亲已经写信 跟何颜商量婚事了 我现在要是去找他帮忙 他就会借此逼婚 我们都是女人 都有自己的青春年华 和对爱情的选择 因为我不爱他 所以没有理由 也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我更没有这个权利 以爱情作为筹码 让他帮忙 感情不是交易 不是 你的意思是 你不喜欢何颜啊 对 我要是喜欢他 就不会让他等这么多年了 他在我心里 更像是亲人 更像是哥哥 这些年 我明说暗示 就是希望他能明白 但到现在 我都没能说服他 再说了 他要是真心抗日 他会合作的 我明白了 你是不想骗他 更不想欠他的 行 我知道 我明白了 有门 怎么样 上官同意了 我同意了 什么叫你同意了 我同意并且理解上官姐 她这么做是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彪的以后 不知道 像拍到马礼 aje进得比较辞定 这都是吴越南 俞慧和沈月娥 就她们三个 对 就三个姑娘 我线了 你们不就去 你们能有的 你们哥 一个人 和你 怎么 这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官晴岚不来他就不露面 你问他 他到底是军人还是情人 没出息 就是 行 这话我一定给何营长带到 来 请吧 干 干嘛去 何营长交代过了 有军姐妹来了 一定要好好招待 我们不止 绝食 可是现在赶回去来不及吃饭了 就是的 吃完了这一顿在爵士也来得及的 额色 就是你没立场 一提到吃你就防线崩溃你 那我们俩先去吃 你 水根 这饭我们吃可以给何营长一个面子 吃完我们也不走 你再给何营长发个电报 就说 他的情我们领了 我们边吃边等 边吃边等 营长 吃起来了 行 吃完让他们走人 他们说了 吃完了也不走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也难让我给你发个电报 我关机了 内容是这样的 我不看 营长 你听着就是了 我说水根 你怎么也被他们拖下水了 他们说了也有道理啊 什么道理啊 他们说 原话啊 这可是抗日救王的大事 何营长可不要太自私了 上官青岚不来 他又不露面 他是军人还是情人啊 没出息 屁话 我没出息 许书关于战 我伤亡多少弟兄 还敢说我没出息 我何营抗战打鬼子 救了他上官青岚啊 真是笑话 上次王的才过来 多畅狂啊 说什么没我何言 他一样打鬼子 现在好了 想吃回头草 还不好意思亲自来找我 让几条小娘鱼来攻我 我呸 我才不上他这个道了 不是不给上官面子 我也是要脸面的 你出面招待一下 陪他们吃顿饭 你代表我劝他们赶紧回去 告诉他们 沙琳娜的事 我爱不能助了 三位女豪杰 我要代表何营长敬你们了 刘董 何营长什么意思啊 你们的意思我已经一五一十的 发报告诉他了 那回电了吗 哦 对 在这儿 他这叫什么意思 身表同情爱莫能助 忘了理解何营 什么叫爱莫能助啊 这简直就是见死不救啊 我们不说 走 诗根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告诉何营 他会后悔的 你告诉何营 他会后悔的 他会后悔的 你告诉何营 他会后悔的 你告诉何营 他会后悔的 他会后悔的 这都什么事啊 你们不吃 我吃 这帮小娘鱼 我真服了 还不吃呢 都风卷残云了 行了 不用汇报了 你们去吃饭吧 完了以后我来布置任务 还吃啊 什么叫还吃啊 在外边忙活了一天 这饭总得吃吧 去吧 指导员 我们是酒 酒足饭饱回来的 什么 我说你们几个 跑出去一天 这兵没借回来 倒是混了个 酒足饭饱回来啦 何营不见我们 让水根请我们吃的饭 但是坚决不提借兵的事情 我们想 坦证兵也没借到 不好意思回来吃饭了 索性就在独立营把饭 吃完了才回来 不吃白不吃 你 撑 撑你 看看像什么样子 知道我在家里吗 我一个人在家里 着急的是等了一天 我急的是滴水未尽 你们 你们真是能把我气死 指导员 我们知道你在家里 等着也是一种煎熬 其实我们三个 一直想着你 这不把生菜生饭 给你打包带回来了 你尝尝味道还行 行行行 好了 那我就布置任务了 余慧 你马上去一趟天植山 把陈营长接过来 陈营长在天植山 对 我们接到可靠消息 陈营长带着他的残部 上了天植山 是 对 优优独播剧 如果她真的像你所说的 是那种隐藏很深的特工 那现在娜娜被捕了 她总得为营救娜娜 做点什么吧 这样才说得过去吧 她才有她的价值吧 那她做什么呢 你看到了 整天跟日本女人这么私会 这么不堪入目 这算什么事啊 如果她能救出娜娜 或者是在营救娜娜这件事情 做出她应该做的 那我扶她 我也相信你说的那个推断 这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会有一键双雕之功效 依赤贝吉现在的有利条件 应该值得一试 可是娜娜被捕的情报 是她送来的 如果可以营救 就应该主动提出想法才对呀 可她只字未提 不可思议 上官秦岚的试探 再次证明了 池北吉和南造云子的特殊关系 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 组织上 居然没有一个人掌握 这真是太可怕了 她以为 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底细吗 不 那天面对面的尴尬 她不会忘记 无论如何 吃的一切 从常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吃北吉 有问题 我看屋里黑着灯 但又听有脚步声 很奇怪 怎么不开灯啊 黑暗中思路更清晰些 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马上给袁和平发电报 报告池北吉 有重大叛徒嫌疑 请军部立即派人 前来调查核实 对了 以我个人的名义发出 为什么要以个人名义啊 我对我的判断负权不责任 不能再小看他们了 他们一个个 都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你怎么还没去休息啊 指导员休息了吗 没呢 他在等余慧 你忙去吧 楠楠 你没事吧 没事 去吧